今天啊 講講生命 這個人在生命之中啊 我自己的體驗 就是說 要對自己不服氣 要跟自己矯勁 要跟自己比賽 做什麼事情呢 都要高高興興的去做 我女兒說 她找工作要找自己喜歡的 我跟她說 你找工作 隨便找什麼工作 要有用的工作 要對社會有貢獻的工作 你不管做什麼工作 你要學習的去喜歡它 要熱愛它 而不是說我要去找我喜歡的 而是你找的工作 你要去喜歡那個工作 相反 對不對 那有多少人在她的生命裡面 能找到自己喜歡的工作 比如說我很喜歡打乒乓球 假如是我用打乒乓球來當我的工作的話 那我養家糊口 她靠我拿冠軍啊 那你這個壓力一來的時候 你整個興趣 興致 不是都破壞掉了嗎 對吧 那要對自己不服氣就是說 我做什麼事情 我要做到極致 我要做到極致 我要做到不能再進步為止 我磨刀 我磨到不能再立 在物理上我要達到物理上的極致 我要打乒乓球 我要打到我能力 達到極致 做什麼事情 要拼了命去跟自己比賽 而不是跟別人比賽 這樣子生命過起來才會精彩 我們過得精不精彩 過得不精彩就不要過了 精彩的時候你才會 這個感覺不是說別人看你精不精彩 而是自己精不精彩 我在辦公室 怎麼樣要過得精彩 我周圍的人很滿意 很高興我才精彩 那我常常跟同事說 常常跟他們講笑話 我常常會誇獎我的同學們 哎呀 你這個做得好啊 哎呀 那個同事 你這一個解決太精彩了 太有味道了 這樣子久而久之 我就創造一個我自己的生活環境 大家都很興奮 都很高興 都很正面 你不要用負面的去過生活 對不對 我們中國的文化 你看 我大女兒小女兒 那時候有個游泳教練 她是中國保持女子挖式十三年紀錄 是國家隊的教練後來 退休以後 她就是打罵教育 從來沒有誇獎 你這個不對 那個不對 那個不好 那個不好 那個是錯的 小孩子很有挫折感 她應該怎麼樣 你這個做得好 以後繼續做 用正面的來當獎勵 你可以用負面的 英文叫做 incentive 我中文 這我不知道怎麼講 就是說 你給一個 incentive 可以改變人的行為 對不對 你天天用正面的 怎麼拼 INCEN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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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incentive 就是說一個 我也忘記了 那 你常常有正面的 又有回饋 你常常在正面說 你這個做得好 你不要說 這個做不好 你跟人家講說 你想要怎麼樣 你不是說 我不想你要怎麼樣 這樣才是生命的態度 是吧 我天天說 我不要你怎麼樣 那你到底要我怎麼樣 你不如直直接接的說 我想怎麼樣 你這樣很好 你不要說 你這樣不好 你這樣又不好 那你要我怎麼樣 所以這是我發現生命的裡面的 正面的能量 對我們有多大的啟發 多大的鼓勵 多大的歡樂在那裡 人生就過得精彩 謝謝 我們謝謝松壽哥 講生命 論生命 談生命 他是第一名